邪子环局長、鄧文斌教授、各位港者、各位來賓 大家好 今天很榮幸可以為鄉郊保育研討會2023至以祝賀詞 香港是面向國際的大都會 有碩士森林之稱 但同時亦有舉世文明的郊藝公園 全港陸化面積超過四成 城鄉可謂共野一路 國家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指出 在推進大灣區發展的同時 亦要加強環保治理、低碳發展和打造生態防護的屏障 而特區政府在北部都會區 規劃中亦提到要營造城鄉結合發展與保育並存的獨特 都會景觀 由此可見 平衡城市發展與鄉郊保育達至優勢互補 在香港可持續發展的重中之中 鄉郊保育辦公室在2018年成立 過去四年有賴辦公室的積極推動 讓大眾更加認識黎智窩、沙羅桶等的重要保育點 新界鄉議局亦很榮幸能夠參與其中 與非牟利機構和村民共同探索 找到適合保育香港、鄉郊的策略行動 以活化鄉郊的生態 今天的研討會是鄉郊辦主辦的第一個研討會 匯聚了來自本地和國內外保育和可持續發展事業的權威和專家 就鄉郊復育、生態保育、振興鄉村、建築復收等多個課題 互相交流 別具意義、機會難得 我期望在在座各位可以透過研討會 更加深入了解鄉郊保育的工作 齊心推動偏遠鄉村可持續發展 同城鄉共融的理念 共同振興鄉村的文化 最後是我祝賀研討會可以圓滿並成功舉行 多謝